昨日有网友发文怒斥 那些带拍的都是些什么变态 并喊话加行杨幂工作室管一管 这是咋回事呢 原来自从胡竹夫人官宣后 杨幂就进组安心拍戏 要知道剧组一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存在着 这个群体叫做带拍 之前就曾曝光 带拍为了拍摄明星甚至动用了挖掘机 近日带拍们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从曝光的图片来看 拍摄的人似乎分为两种 一种是偶遇明星的路人 而另一种则是长枪短炮的带拍 带拍蹲锁在角落里 暗中拍摄杨幂 那个角度完全就是蹲下拍摄的 这样的人实在太恶心了 在被曝光的恶意带拍画面中 杨幂仅仅穿着一件短袖和超短裤 包裹着一件外套匆匆赶往拍摄现场 相比于战节正常的拍摄图外看 不少带拍似乎有些不顾底线 不仅蹲下仰拍 更是将拍摄工具 从围栏的缝隙中伸出去 这样的行为不仅危险 更是容易伤害到杨幂 大家怎么看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